10月25号 王文涛部长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视频会谈 双方重申了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的政治意愿 明确了继续将价格承诺作为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的解决途径 10月29号欧方公布中裁结果同时表示将继续与中方就价格承诺进行磋商 欧方技术团队已于11月2号抵径 目前双方正在按照务实平衡的原则密集就价格承诺方案具体内容进行磋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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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